因为下雨积水 下午三点左右 记者辗转多条道路 来到张秋秀惠惠村 从昨天晚上开始 这边虽然是有降雨 但是经过连夜的抢修 现在村里的水下去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身后这几十名的村民 正在自发的组织 把这个沙石运到附近桥旁边的 一个可能会发生溃堤的地方 它那里出现一点险性 出了个大口子 都在那里修出来 这个水啊 里头海轮的很容易快 就麻烦了 就快地躲 大桥后也躲到来 记者在村东边的河堤旁看到 村民开来运送沙石的卡车 一辆接一辆 这不出了个桶吗 躲在个大桶的时候 你不是看村上落落时候躲在的 这你一旦需要口留不掉 整个村上都没了 整个河堤旁边的鱼桶 洗了一溜码头 你还不打不烟 差不多这边就严了 这一刻都留不掉 目前 修会回村 主要以防治河堤绝口任务为主 就是我们完成了现在的内务 下部就是冷静福利 打气 就是说生差 就是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